桌子 我想說其實你好 你自己卻不知道 娛樂藝人沒有第一位了 我就是笨蛋 才會喜歡你那麼久 一些人會對你有很大的期望 然後 你沒有專心讀書 這樣你去做這些東西 你的成績一定要很好 你才有資格去做這些額外的東西 因为我们导演的要求 他说最后一集是不是 他要我很嗨哦 今天我就很嗨做给你啊 What's up everybody 你好 我是Daniel 黄振宇 What's up everybody 我是Daniel 黄振宇 我是Daniel 黄振宇 Hello 大家好 我是Daniel 黄振宇 所以今天是不是 以前我去REDOWN 玩的时候我就觉得 诶 这个女生很特别 Let's welcome Joey 很多人讲你是那个Pan Beat女生 你为什么会有开始这个Pan Beat的 这个想法 其实是因为小时候 我们很时常玩那个 然后后来就突然间有一点 我就突然间想起这个东西 然后刚好又有一首歌 给我去唱 做了那第一个影片 然后后来就红起来的 然后我就继续一直到现在都在做 OK 话不多说来我们来一个Pan 有Pan吗 你可以现场来一段吗 我想说其实你很好 你自己却不知道 真心的对我好 不要求回报 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 他从心里暖暖的 你比自己更重要 OK 哇 我来说今天男嘉宾先回家了 让我跟Joey在这 OK 唱跳跟有胸肌跟腹肌 哪一个比较是你的type 这样唱跳比较 这么多 如果是那个唱跳歌手 他又能跳 又有腹肌又有胸肌 哦 perfect perfect就对了 因为今天是不是 我们邀请到的这位男嘉宾 他是一个健身教练 他又能唱跳 他又爱音乐我 Let's welcome Hawye 哇 那今天其实他们两位是第一次见面啦 其实你们刚开始 见面的第一眼啦 双方的那个感觉是怎样的 我是因为之前有去搜索过 不是我去搜索过 妈妈去搜索给我看 然后我就 哦 有看过类似 然后今天我看到的时候 诶不一样 责任真的帅很多 完全不一样 我看他的照片的时候 我以为他是很拙的男孩子 后来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刚刚 然后他就很见他 然后是很自然的那种 很friendly 然后豪怡 诶我也是有搜索过的信息 哦 我就在那边找Joey 然后我找了超多Joey 全世界都叫Joey 然后我就找 然后没有看到你 哈哈哈 可是第一眼镜来的时候 真的是 有 哇哦 看起来不会拿相处 就是他比较安静 然后 有点害羞害羞这样的感觉 我们了解到他们的第一眼啊 再问一下 其实 你们的理想心是什么 呃 其实没有太多外表上的一个要求 就是可能就疼我对我好 然后就 可能细节上会照顾到我 哦 但我不喜欢太多仪式啊 就是那种情人节送花 这种我就还好 那豪怡你的理想心 我的理想心是我喜欢 天阳光一点 然后可爱可爱 会运动的女孩子 然后 天跟那种单纯 那你们可以凭着 你们第一次见面 先问你想要了解对方哪个问题 可能讲一下自己的缺点跟优点 OK 缺点跟优点 有时候我还蛮懒惰的 不会啊 我看到你今天都有去GIN嘛 是不是 我是敢跟他 哦你有做GIN嘛 做GIN的人应该很自律 哦 是不是 也还好啊 其实就 有时候真的想在家谈一整天的那种 有点的话我觉得 剑谈吧 就是我看到陌生人 我 我不会来怕他们 我会主动去讲话的意思 这样好一点没有问题 我要问啊 你觉得Daniel是你的理想心吗 我做过你走去问了我了 我在帮你开路 OK 我听不懂 看哪一方面 我觉得性格上 他是我的理想心啊 外表上其实也是啦 就 嗯 又高又帅 是不是 他真的可靠话 你别讲 谢谢你 对我的仁慈 我又讲下啦 是不是我理想心啊 你只有一个答案 不管是好外表跟内心 都是我的理想心 耶 耶 哈哈哈 我们最后一集 都很可靠 最近 哈哈哈 他们两个就是厨师见面啦 所以今天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通过游戏 去看一下他们的默契 好不好 Are you ready You ready 你们怕气球了吗 爆的时候吧 爆的时候 都会吓到 我就是 他很爆的 我也是很怕气球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就是要玩这个气球的游戏 Let's go baby 打破恐惧找到答案 词语的接龙游戏 一方绑上气球让主持人持续的充气 而答题的另一方呢 将会带上耳机来猜题 用越久的时间来答题的话 气球就会越来越大颗 越来越容易 好 这样我们是不是 要开始我们的第一个环节 就是微踩 他就会 好嘞好嘞 哈哈哈 我自己都怕 好嘞 我们开始第一题啊 你可以开music了 八三好啊 八三好啊 哦 八三好啊 八三八三好啊 哦 对哦 答对了耶 他其实会爆这个 很恐怖 放长线 放长线钓大鱼 对了很兴奋 你手搏打的号码 你手搏打的号码 OK下一个 哇 我也是 導演 所以現在我們繼續這個遊戲 來吧 人生如 人生如 戚 戚 戚 人生如戚 人生如戚 不會 對 這個很容易 This tapping banner Yeah OK 三生 三世 獅力桃花 等一下 快 還沒有 拍一條 做工 一條 一條蟲 很大力 做工一條蟲 啊 快點結束了我的天啊 做 放 放 放 最後一隻 最後一隻 放 下一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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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決定這個節目 我們讓導演進來 體會一下 想不想看導演 想 想 啊 喂 你怎麼會這樣興奮 哈哈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突然間會坐在這一邊的 啊 啊 來啊來啊我不怕氣球了 氣球有什麼好怕真的是 導演 呃 比悲傷 比悲傷 啊 更悲傷的故事 YES 然後 你不是 你不是 真正的 你不是真正的 愛我 我不愛你 我要的是快樂 啊 你不是真正的快樂 耶 等一下很快樂 啊 喂 啊 啊 你 我們 啊 啊 啊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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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男子漢 他 跳起來 男 男 男 彈起來 男 彈 男 彈 男 什麼 男子漢 彈起來 哇 彈起來 哇 哇 我跟你講喔 鐵人娛樂 藝人沒有低位了 Round 2 還不知道為什麼穿著有第二粒氣球這樣好硬的嗎 好硬的嗎 不是咧 OK來吧 我怕氣球有什麼好怕 是不是這樣的夜晚 是不是 這樣 下一個 人逢喜事 天赴真 下一個下一個 You jump 我不想做成有的 You jump 對 擁抱 下一個 我抱不起你 要穩定啊 叫我 要穩定 導演 叫你穩定啊 要穩定 我看你嘴巴這樣嗎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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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穩定 我要穩你 不要 我不要你的穩 下一個 OK 我們下一個 有真心話大冒險 我現在要去打導演 我的一下小帥哥 真心話大冒險 兩位嘉賓呢 去合作一起完成 九宮圖真心話大冒險 連線大挑戰 挑戰成功的話就可以過關啦 OK 現在 我們來玩這個 真心話大冒險 就是這個節目有這種東西啦 所以你們準備好了沒有 對 你們要先開哪一個數字選 2吧 2吧 2啊 與好感對象第一次見面 突然很 什麼什麼 想要大號 你會怎麼樣 去大便啊 是囉 去大便嗎 你就不會覺得好像 他知道你要去打便 很不好意思 這個應該還好吧 我們都還好 其實這一集很容易過啦 我覺得 你們過啦 往下 緊貼壁紫紋 對方的指甲 封 10秒 並說出5個成語 好奇怪喔 任何一方 覺得不可以的話可以say no 你OK嗎 玩下一題吧 玩下一題 這個過不了關 下一個 1號 互相輪流在耳邊 吹氣5秒 示範給你看啊 就是要這樣 欸好了嗎 我覺得喔 可以zoom 陶藝的表情 再讓陶藝捶一下 OK 1 2 3 4 5 九尾好像對什麼都沒有看 是喔 又不怕氣球 真的還好欸 你去看看 什麼 來啊 這個過關 然後現在你可以選下一題 一棒 一棒 這蘇打餅 蘇打餅 並唱出一首歌 讓對方猜 喔 OK 哇 想跟啊 我講講話好 五年之前 我不認識你 你不故意我 我沒有好處於 我知道 這個是Trippy的Who else 昨年之前 我不認識我 十年 嗯 十二哥喔 陳怡勳 對啊 是我是豪義的話 我就一直猜不到 對喔 我沒有聽歌的 是不是 我沒有聽歌的 平時我只是聽兒歌吧 我也是兩隻老狗的 Let's go 等一下你吃完了 你要我一個硬猜一首歌 我們第一個crew就是 污cm 啊 啊 喔 聽 там 唱了 五 해 三 聽海 字幕到尾 我只是用他 Latin 酷師 啊 啊 aparece 最後叫 整個 只是我没有想到吃那个饼干 出来的声音是这样的 然后我就 我们下一题 10号 4号啊 如果另一半帮你的好朋友剥虾壳 你会 哇这个是一个很 这个我做不过欸 这个是经历 我会忍哦 我不会去做什么 就过后我可能会骂他啦 这样 如果是我的话 我觉得我会 看起来就好 然后不然就剥虾壳 我也会这样 这样很统治欸 我会酸 我也是会这样 你等多多这样 下一题 这一题傻套咧 傻套啊 在对方身边 精神跳舞10秒 你要用自己语言啊 用10秒的时间去表达 今晚你要来我家 好 你不可以讲出来 你只可以 记住 你会用什么自己语言去表达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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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个 我表达一下 如果我是一个女生啦 OK 我就会 OK OK 等我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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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你要用自己语言 跟Joanne讲 今晚你要来我家 不可以做我刚才那个动作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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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我觉得可以feel了啦 哎呀这个真的是 蛤 嗨 所以现在目前只有7跟9可以玩不好 7 7啊 强力必懂肉蛮的说出 大笨蛋只生遇见你 一切无与伦比 这样那么几步就讲出来 来吧 OK啊 来吧 什么 他笨蛋 只想遇见你 一切无与伦比 Joey是什么无可恋的 我就是笨蛋 才可以喜欢你那么久 什么 啊 如果Joey你必懂他的话 我就是笨蛋 才会喜欢你那么久 他必懂的时候 哇那个眼神真的有杀到 是他完全没有犹豫 不会讲 哎呀我们大个了 然后他直接就砰 不过去了 导演你觉得 打勾还是打差勒 打差 很乖 你不可以这样的 我本来要给他们打勾 我觉得就是已经不够关了 不过我这个真心话 我很想去了解一下 其实就很typical 就男女朋友 要把好好的 然后过后突然真的不见到 可能他的东西对你来讲是很伤心 每个人三十一步一样的嘛 是 Joey呢 也没有很精彩 是哦 就我也是工作压力 对 因为我小小就是同行 然后就是要兼顾学 要兼顾工作 然后有时候会兼顾不来 就一些人会对你有很大的期望 哦 然后衡机方面 我就觉得有中上就好 可是 一些人一定会对你有期望 这样 哦 你没有专心读书 这样你去做这些东西 你的正绩一定要很好 你才有资格去做这些额外的东西 这样 就是 你吗 你吗 我有人 我有人在哪里这样 太不得了你当正在 我是一个就是用酷来触发的情绪的人 所以我一酷就舒服很多 这样 好我们这个真心话大冒险 导演讲 不过管 不过管就要有惩罚 那个惩罚是什么呢 模仿五种动物的叫声 第一个很简单的猫 喵 然后第二个 然后第三个 喵 有一种喵叫声 还有什么 蚊子 蚊子 蚊子是动物吗 蚊子不是动物吗 蚊子是昆虫 蚊子是昆虫 昆虫不是动物吗 这样你觉得蚊子的叫声是怎样 还有最后一个 还有什么 青蛙 青蛙 是狂吗 很像 很像 然后到好意 让我 OK 第一个 鸡 第二个 鸭子 很像 很像 第三个 猴子 OK 羊 马 耶 我们来好好的去弹一下最后的环节 Let's go 我们来到了这个节目最后一集的最后一个part 那 我们来到了这个节目最后一集的最后一个part before我们end之前我想问一下 因为你们两位是第一次见面嘛 然后跟你们的第一次见面的初音像跟玩了游戏过后对对方的印象有什么差别 你觉得 Joanne她一开始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她走进来感觉她是一个很安静的 就觉得她应该是会比较软弱一点 可是过后她讲的那些故事我就觉得她是一个很坚强的女孩子 OK 那你 我一来到是她看过我讲话就陪我聊天什么 玩了游戏过后然后就觉得她的幽默很真实 第一次见面来讲可能都会有一些剧情 可是她没有我觉得 是今天拍这个节目啦 跟你们以往拍的节目你们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就觉得很real的东西 就没有很多就是导演要我们做就一定要做的东西 还是很自由选择 然后不是每个节目都可以让你玩到震开 你看两个总军生突然就跑出来 豪宜 我觉得整个节目拍下来就很轻松啊 比较像是去一个朋友家这样子玩 然后大家都玩到很开心啊 我也玩到很开心 谢谢你们两个的到来啦 然后我今天也是玩得很开心 也是来到了最后一集的 所以我们先谢谢我们的Joanne还有豪宜 我们要谢谢我们场地的赞助 我们有PatriciaCoffeeKL 耶 记得follow我们三个的Instagram 然后我们又远再见 其实整个影片拍下来 看到好像我跟Daniel两个屁孩在欺负 在欺负Joanna 没有关系 给你们笑了 我的隐藏小美女 其实我很想做很秀博的 因为我就不用男嘉宾 我可以当那个男嘉宾 我做六集我就不相信我配对不上 OK啦 你可以期待一下 如果有资金的话 是不是 下一集就是很棒的我的隐藏小美女 OK 我的隐藏小帅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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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